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今天前来参加加拿大普鲜丛仙会 十周年庆典的新文化布会 过去十年干了什么事情 这个加拿大普鲜丛仙会 自2006年成立以来 我们这个陆陆续续开展了很多活动 特别是2014年 我们恢复运作 系统化运作以来 我们普鲜丛仙会 首先是我们确定了 我们普鲜丛仙会远景的战略规划 我们提出了变成我们旅家先兴 建设成为我们旅家先兴 温宽幸福的大家园 我们围绕着两个主题开展活动 围绕着为我们广大先兴创造事业发展的平台 和我们建设幸福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平台 围绕着两大平台去开展我们活动 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 包含我们建立了很多团队 包含羽毛球队 高尔夫球队 歌唱队 包含我们的舞蹈队 各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同时呢我们主持了多次的考察和交流 扩展了我们事业的平台 我们这个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开展这个活动 所以那么这样的活动 我们也深受了外界的广泛的肯定和战役 所以这是大概就是围绕着这些主题来开展活动 民主社会跟原居地的联系怎么样 原居地 哦 是 呃 我们始终自重 我们现在围绕了两个加钱的交流协作 我们一个注重加钱 呃这个不单这个注重加钱 与本地加拿大本地政府和各个团体的交流协作 我们会非常注重 与全球普鲜团体的交流和协作 呃我们大概主持了 在零年多以来上年我们主持了四次的这个国内的考察 呃 而且进行了不同地域不同主题的考察 呃所以让大家拓展的视野 呃也收获了很多 呃同时呢 我们加钱与全世界 八十四个普鲜团体的交流和协作 呃我们定期进行交流 也也帮我们 呃这个会员啊拓展了海外的 呃交流和生意的贸易的这个网络 嗯 今天介绍一下我们家乡 普天普天人的现场 嗯 呃 呃最后我想很自豪的介绍我的家乡普天 呃 普天啊首先我想讲普天的过去 呃普天历史上啊是一个叫文献民邦 在历史上啊他是全国高考的 呃这个这个科考 过去叫科考的第一位 所以我们普天小小的一个呃这个一个市 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二 但是我们历史上出现2400位进市 22位状元 15个15位窄线 就Prime Minister 呃70位上书 上书就是Minister 呃所以这是过去的普天 呃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呃普天呢 一个在也是取得辉煌的成就 呃我们普天在很多的行业里面 刚才谈到了我们人口只占千分之二 但很多行业的份额占全国都是遥遥领先的 我们的民营医院80%是普天人经营的 民营的加油站80%是普天人经营的 民营的珠宝珠宝店 百分之六十是普天人经营的 所谓的红木家具是普天人经营的 这个全国的百分80%的木材是普天人来运营的 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普天 当然普天我们还有美妙的风景 呃因为这些成就的背后啊 所谓人节地灵都是普天这片美丽富老的土地 孕育的我们这样的一批人才 所以我们普天呃现在有近几三百万的人口 那么呃有150万的海外华侨 呃有250万的普商呃就是150万分布 有这个这个100多万分布在海外 100多万分布在国内 呃同时普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风景 该谈到我们有旧二十四景还有新二十四景 呃所以这是我的家乡普天 啊可以可以可以 十年过去了 未来十年都像会有什么愿景 有什么愿景 我们今天始终围绕着为我们广大旅家先亲 建立一个温馨幸福的大家园 而不懈努力 我们今天始终围绕着联格服务和联格加钱 呃联格服务第一个为广大的货源服务 为他们提供安居和发展的平台 第二个为有困难的先亲服务 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么第二个两个加钱就是加钱由于 本地政府和团体之间的交流和协助 第二个就加钱 从呃这个本地各个社会团体和全球 呃这个图仙团体之间交流和协助 始终为到这个方向我们继续的不断往前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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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